历史天阳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啊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源在破岩中啊 千魔万机还肩刃 刃耳东西南北风 这个很多写给小孩子的话啊 这个是希望以后小孩子啊 是变得更坚强 那么从这个诗句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孩子当中呢 这个其实啊 很多都是这个面相当中 三岁看老啊 这个面相当中可以看出很多端倪 小孩子的学业永远是父母最关心的问题 其实不一定非要等到学习结束 看成绩单的时候才了解学习的这个情况 在面相当中呢 他学业的好坏啊 是否聪慧啊 都有所显现 首先我们看额头高耸发际线齐整 这个是代表 额头是代表三十岁之前的运势 如果是额头低平凹陷不平 低窄 说明三十岁之前学业是比较坎坷的 额头在笑语当中称为天庭 代表早年的运气 额头高耸成为天庭饱满 拥有这种面相的人呢 非常聪明的就有才华 在学业上是 这个很容易取得成功 会凭借此优势呢 在事业上 这个非常的称风得以 懂得怎么赚钱啊 赢在起跑线上嘛 那么第二个呢是眼皮内霜的人 这个往往安静沉稳 很内秀 非常不喜欢表现自己 假如眼皮内霜的人 还拥有深邃的眼神 那么一定是能够扎下心来工作 不怕艰难险阻 这个是叫什么 咬定轻散不放松 这个是最做学问 或者是进行科学研究 是最适合的 能够稳得下心 这个高科技人员 做学问的知识分子 大多数都是眼皮内霜 非常的含蓄内脸 低调 做实事的 还有就是耳贴脑 耳贴脑呢 耳朵是最细口 最忌讳的是兜风耳 或者是轮廓 轮飞阔法 属于这种比较难调教 或者是经常顶撞人的 叛逆的性格 贴脑的话是比较乖的 也就是容易被教育成才 耳朵厚大的人 性格呢 是比较懂得知足 做事沉稳 知道礼仪 耳朵厚重的人呢 肾气充足 寿命长 而且呢 耳朵元大的人 也能够带来好运和福气 面相学认为 耳垂厚大的人呢 金钱运和朋友运 贵人运 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最后呢 我们看这个下巴 下巴长得比较饱满 是比较正直的 有耐力 做事啊 是比较有始有终的 双下巴的人呢 一定是生活富足 而且能够晚年安逸 原下巴的面相的人呢 享受型的下巴 一些有钱人呢 通常都是有这种下巴 如果是小孩小的时候 下巴就比较宽厚 长大以后运势非常好 晚年能够享福 这样的孩子 学业也是极佳的 这是 有关小孩的面相啊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 双阳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 手下面相风水发门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